在中国重返联合国后,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照片,那就是中方代表乔冠华的仰天大笑,虽然到现在已经时隔很多年了,但是看到这份照片都能够感到乔冠华是有多么的高兴,能够感觉到他那份发自内心的喜悦和自豪。 在1971年,中国以76票的赞成票重返联合国,并且成为常任理事国,但是当时美国是老大,而且美国是常任理事国,拥有一票否决权,但是美国却没有用这一票否决权,那到底是为什么呢? 这就得先从台湾政府说起,台湾的国民政府曾经依度视对外的正规政府,在新中国成立之后,我国迫切需要得到外界的承认,要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席位,有我国完全自主并且独立的外交权利。 我们是要以一个中国的姿态来代表台湾去行使合法的外交权利,但是如果想要得到世界的承认,就必须要能够先返回联合国,解决这些事情。 在联合国大会上,美国之所以没有能够行使一票否决权,也是因为在章程中明确,规定了如果想要使用否决权就必须得是安理会的工作决议。 很明显,美国并没有权利使用这个一票否决权,就像我们说的,你们的否决是无效的,所以中国想重返联合国,根本不必顾忌这些大国的阻挠,主要有半数以上的支持票,我们就可以重返联合国了。 不过当时美国对于世界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,拥有全世界第一的海军,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,而且身边还有众多小弟,国家前副后继在他左右跟随的,想要从美国身上寻找图,破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,所以我们只能从其他方面入手。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,第三世界国家和老牌的欧洲国家进入了我们的事业。 在1947年,美国提出的马歇尔计划,欧洲的经济恢复到了战前的状态,非常的繁荣,但是因为美国的软文化进行渗透加强,欧洲也希望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,不会再受到美国的影响。 而联合国大会,自然就是一次很好的契机。 至于第三世界国家那就更简单了。 我国在当初三年自然灾害的这样的时候,还大量的援助第三世界国家,也正是我国的人道主义援助。 才使得我国能够被这些小弟们一路抬进了联合国。 我国之所以能够重返联合国,和这些人是脱离不了关系的。 哪怕美国和其他的反对者不满,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,反而是直接被打脸。